系統跟木座以北部來講 價差現在大概會差多少 如果衣櫃高的跟衣櫃 我覺得10%應該還是有 還是XXX 你是要講給系統廠商聽嗎 Σ ノ 好 raise 也是我經常聽到最大的問題 我到現在還沒有遇到 有一家系統工廠說 沒問題 這個我絕對不會發生 就是補料 木座常常有許多師傅 都是門片 上面摸不到的 看不到的 門片最下面看不到的 他們都沒有收邊 沒有收邊就是沒有把它封起來 反正看不到 還有門板的上面也看不到 他們都沒有封是不是這樣子 有遇過 所以我們都是要去釘現場 一講完之後我也想看看我家裡 那個衣櫃高的衣櫃到底上面有沒有封 裝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行 各位大家好我是五哥 今天我們到了五哥聊是非的單元 主題是什麼 系統櫃跟木座的差異 還好有做功課 系統櫃跟木座的差異 我們在上個月拍了系統跟木座達人來PK 哇那一集非常的火爆 現場都有點火爆火藥味 那這一次我想要讓線上的朋友知道 從設計師的角度來看 系統跟木座 他們的看法到底哪個是他們認為 他們對我們來講是主流 或者認為他們覺得說 這個東西做起來是比較好的 今天邀請到兩位設計師 他們分別屬不同代表 如果錢不是問題的話 那我們的設計師有的說是系統 另外一位設計師說木座 太好了 就是要讓他們兩個 噢不是啊 兩個做一點不同的比較 讓線上朋友也更好去判別 到底是木座系統差異在哪裡 來我們首先邀請一下我們女設計師 大家好我是喬琳 喬琳我們上次開箱也就上個禮拜開箱 看人蠻多的喔 不錯 你是系統還木座代表 木座代表 木座代表 那一次的台中開箱好像你 全場幾乎都是 就是全部木座 全部木座 來我們另外一位男設計師 大家好 我是喬琳 你是系統代表 是我就是系統代表 OK系統代表 那剛剛也聊了一下 我們知道說為什麼系統會覺得 他會覺得系統勝過木座 那木座當然也有比系統好的地方 我想先問一下喬琳 你給我的資料上面寫到木座的優點 木座施工彈性大變化多 以及它的細膩度高 滿足設計師的設計想法 沒錯這個是每個設計師 應該說老一輩的 比較資深的設計師 他都會希望用木座 那我不知道是為什麼原因 有可能是因為年紀做久了 他習慣性不想變化 還是說的確木座有他迷人之處 你覺得呢 我覺得木座他就是 基本上只要設計師想得出來 畫得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木座都可以滿足他 那我覺得每一個家庭 他買了這個新家在裝潢 其實都是對一個 新生活的追求跟嚮往 那我們把這個家的精神 去融入在裝修裡面 其實我覺得是 不是系統能這麼 呃這樣 呃呆板 可以去體現出來的 哦你說他呆板 哈哈哈哈 你這樣講的確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圖畫得出來的 基本上木座 錢不是問題的話 木座都做得出來 基本上都可以 欸 你請問一下 設計師畫得出來的 系統都做得出來嗎 嗯 基本上系統要做有難度 有難度 而且如果系統要做到 跟木工一樣的話 其實基本上價錢 不會差太多 他的優勢就不負存在了 所以其實 你就不會想要選擇系統 你會想要選擇木工 木工還是有他的溫度在 會比較好 所以你還是選擇木工 哈哈哈 沒有可是我還是喜歡系統 哦來 講一下你覺得系統的差別 系統你也提到 其實系統有一個部分是你很重視 就是因為系統 他的製造是比較環保 對不對 因為我是覺得說系統他可以 他是他的本身的板材 他是用一些聚合板嘛 板材去做的 那他本身 他是有一些木屑去組成的 所以他本身相對性來講 就會比較的環保健康 在整個實作過程當中 他也比較是不要 對我們是地球是比較友善的 這點是我比較喜歡的 而且ESG本來就是未來全球的趨勢 這已經是不可逆的了 所以我會覺得 這應該會是一個潮流 哇 談到ESG這麼大的面向 直接把我們喬林打趴了 那我先講一下ESG 就是環境 社會跟公司治理 這是目前的 全世界的潮流跟險學啦 那喬林 你也提到系統櫃 他其實他有他的缺 不要說缺點啦 有他的被限制 就是系統櫃的造型 有變化被限制了是不是 我覺得系統的變化 是沒有到目左向那麼多 那你講話聲音很小 是有點沒有自信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覺得做系統 他雖然快 但是他 應該說他前置作業時間 其實也是應該要算進去 所以他前置作業時間 其實很長 他只是組裝快 然後他比較自視化 所以我覺得沒有辦法 去體現設計師的價值 哇沒辦法體現設計師的價值 所以你意思就是沒辦法體現 Andy的價值 哇 所以其實這個角度 你講我覺得也很對 因為我昨天問了20幾位設計師 有年輕的 有資深的 資深的就是在業界有20年以上的 基本上 這20位有7成以上 如果預算不是問題 太大問題的話 他們都會選擇目作 預算不是問題的話 但是往往預算就是問題 可是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就我知道現在的系統貴 已經不是3、5年前的價錢 對不對 那系統貴為什麼這段時間 長得這麼兇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他目前像他們說法 是原物料的關係 但是可能是因為 原物料比較難取得 所以再加上他的施工過程 他會需要一些加工品 對 所以他可能會 因此而會有比較高的價格 對 那你再覺得像目作 目作的缺點 你有講說目作的工作時間長 也需要一定的現場空間 這是一個大問題對不對 對 我還有聽說過 有時候因為 他那個鋸台 沒辦法進到現場 他現在小坪樹當道 鋸台到不了現場 結果目作就沒辦法做了 對 這我覺得是一個 因為其實未來 其實是畢竟小家庭為主 我覺得空間可能就會比較小 那以後你真的鋸台 因為其實目工就是要現場做 鋸台進去其實真的不太容易 那系統貴其實真的做的會比較快 也比較舒適一點 對 你要趕工 或是工期要縮短 對他來講其實是比較有利的 沒錯 這個是因為現在小宅的世代來了 你看說實在 台中還沒有那麼的明顯 其實台北現在 我說實在現在新的房子 室內十幾坪是主流 是啊 十五坪以內是主流 室內 像台中可能現在 坪樹還沒辦法想台北這麼小 所以其實你感受不到 Andy的痛苦 是 真的很痛苦 不過我也再提一下 第二個我覺得喬琳提到了木座的優點 第二個部分 木座可以選擇的材料 它更多元 比方說我們那把石木皮板 特殊木紋 有香味的板子 甚至都有 對 線板噴漆造型櫃體 銜接隱藏門 對 就異材質的銜接 看起來會更美觀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覺得是 因為木座師傅在做的時候 應該是說我們在 現場木座師傅在做的時候 他不像系統這麼的快速 他只要組裝 那其實在他木座的施工過程中 只要設計師覺得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現場就可以直接叫他重改 哇 你講了這個系統不可能有辦法對不對 對 做好就沒辦法 對 基本上他們東西送到現場 他們師傅只負責組裝 你要叫他改什麼 基本上是不可能 對 如果說做發現現場 跟實際上有感覺不太一樣 要改是沒得改的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對 哇 所以 所以 你木座又贏了一層 是啊 當然 你是都有在工地有在看 是啊 可是Andy意思就是沒有 工地都有要改 我有我有 我有在工地 這個部分也是 的確是設計師會選擇 木座的一個方向 有可能性最多的 對 對不對 畢竟像自己 像其實我們有時候在設計一些 比較大的物件的時候 的確 木座工會比系統來的更 看起來更一枝更全面 畢竟師傅會去 對接所有的木皮 的顏色這些 對 這是他的優勢啊 這我不否認 那你提到的第二個部分 系統櫃的優勢 事先丈量沒有問題搞定了 後面的施工的速度跟乾淨的程度 都優於 木座對不對 這是真的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案子就是 業主已經 趕著大概五天後就要進駐了 五天後 對然後我的廚具都還沒有裝 半殼都還沒有裝 然後師傅只花了兩天 就把一套大概 五百多公分長的廚具全部裝完 五百多公分長的廚具 還有中島 還有中島 兩天搞定 搞定 好快 然後那時候業主還 一點不可思議問我說 你來得及嗎 我說一定來得及 然後就做完了 哇 在效率上來講 直接把喬妮打趴了 可是我覺得 他們在丈量完 到回去工廠 在加工廠的時間 其實 是需要至少三個禮拜 到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通常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油期之前就做了 所以我在油期之前 我就會先騎師傅丈量好 然後油期這段時間 可能兩三個禮拜 那他們就可以去回去做 沒有問題 那我油期我就繼續一直往下去 但是如果是小宅的話 油期不需要兩個禮拜 所以工地就會空在那裡 太好了 我都喜歡你們 真的也有道理 對啊 可是通常我們還是會去算金 可是通常你是小宅 你的櫃體素量也相對減少 那我通常會去推回推 其實我通常會在整個 大體上大概都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請系統師傅來去做丈量 提前先準備 對先準備好了 其實這個也是關乎 自己設計師的經驗跟掌握 對啊 我說就說啦 我們不要手一直越近 會有危險的 OK 那沒關係 我覺得每一個人有自己的想法角度 我覺得是體現出 每一個木工 他的木工 木座的優勢跟系統的優勢 最後還是由線上的朋友 他們自己回去決定 不管是從價格 時間 效率 乾淨度 或對環保的概念 或者是說木座的溫度 每一個民眾喜歡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讓他們自己做選擇 但是我們 把具體的優勢呈現出來 把它透明化 這是我一直在頻道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也直接再來問 我們的Andy 你提到的木座的缺點 木工 施工的細節 繁瑣 很多考驗師傅的功力 所以 其實設計師跟師傅溝通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不是木工就代表喬琳講說就是做的好 因為有的木工其實火候沒有到 對 做出來也是 滴滴爛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也補充一件事 木座你等一下也回覆我 好 有很多設計師講 在收邊上來講 系統不用講 工廠做完一塊一塊板子收邊 都是完完整整很漂亮對不對 對啊 可是木座 我不講每一個人 木座常常有許多的師傅 都是門片 上面摸不到的 看不到的 門片最下面看不到的 他們都沒有收邊 沒有收邊就是沒有把它封起來 反正看不到嘛 還有門板的上面也看不到 他們都沒有封 是不是這樣子 有遇過 所以我們 都是要去盯現場 沒有封的 現場就要叫他們把封起來 可是有時候 你不 除非你每天盯啊 不然有時候木工 他反正那個門片在上面 上面那個收邊看不到 只能摸得到 所以他有時候會偷懶 基本上就是我們在木座 還沒退廠前 就會全部都 檢查一次 對 這個也會要求嘛 會要求啊 其實 那個門片 高的門片 家裡面算一算也不少 衣櫃那個210公分的門片 搞不好上面 木座上面都沒有封 一講完之後我也想看看我家裡 那個 那個衣櫃高的衣櫃 到底上面有沒有封 你猜有沒有封 我不知道 可是我聽設計師講完之後 我想回去摸看看 線上朋友 你自己家 那個房間的門 或者是衣櫃比較高的 210公分的 你可以如果是木座的話 你可以摸看看上面 那個上面到底有沒有收邊 是有沒有木皮封起來 還是他根本就偷懶 很多人沒有做對不對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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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也是木座的缺點 那相對的是木座缺點 也有可能是系統的優點 對不對 系統這個部分 那個Andy提到第三個系統的優點 系統貴如果說來的時候 他表面材質處理好 所以後續的 不管是收邊 油漆 其實都不需要 對啊 也現場的師傅也比較健康 工地現場乾淨之外 健康之外 其實也時間上 我覺得時間上節省是不是就 費用上就會比較省 畢竟時間就是金錢 這是一定的 哇 Time is money Yeah Yeah You got it 哈哈哈 這是中文頻道 所以你有沒有什麼案例來講說 就是你曾經報過 屋主要系統要木座 結果你算起來就是價差 會有點價差的 會有點價差的 其實基本上系統通常會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他的組裝速度比較快 因為他從工廠 他們本來就是一個 知識化的一個 板材的一個形式 然後直接來 所以他的 相對性來說 他製程的價格會比較低一點 然後而且他的 裝的速度也比較快 所以相對性來說 整體不管是人力啦 材料啊 這些的 預算或成本都會稍微比較 比目光來的低一點 所以通常都會是系統比較低 特別是因為目光 是因為系統在現場做完 他也不需要再叫目光去做 上漆這個動作 對 你也不用花時間 這樣講起來 其實系統應該 整體來算起來 會比目座便宜一些嗎 會 理論上會 現在還是這樣子嘛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 基本上你不要挑太特殊的東西 還是比較便宜 比較高 高端 對 高單價 那系統跟目座 以北部來講 價差現在大概會差多少 如果衣櫃高的像衣櫃 我覺得 10%應該還是有 還是 可能越來越接近了 越來越接近了 對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覺得好接近了 好接近了 對 你是要講給系統廠商聽嗎 對呀 好貴哦 OK 那喬妮提到系統的缺點 旺季的時候下單交期長 會移產公須 所以他們還不是說你下單等三個禮拜就有貨 沒有 我們之前在曾經可能在 可能疫情那時候 有可能有時候下單他跟我說可能要等到兩個月到三個月的交期 尤其是可能他這一片剛好缺料 可能要從國外進來的時候 就會需要這麼久的時間 目座沒有這問題嗎 目座沒有這個問題 對 然後可能有時候又剛好說如果可能剛好這個花色業主已經做好了 結果後面他可能要再追加做 結果沒有同樣的顏色了 結果他可能 勢必第一個就是要改色 可是他這樣整個家可能就會不是這麼的統一 那要嘛他就是要等 那目座的話其實就沒有這個問題 哇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你遇過這樣子的問題嗎 比方說他們在用使用到一個階段後來要補料 要補料要跟前面的系統的顏色是要一樣的 可是因為這個顏色可能現在沒有料 要等六週甚至八週 我比較少遇到這樣 比較少遇到這樣 對 他直接打你臉 沒有這個是有可能是跟廠商有關係 因為而且就是你可能跟你挑的板材的廠商有關係 然後如果說你挑的廠商真的是屬於進口的廠商 的確原物料他會真的是比較好 而且在系統板材上會比較有保證 就保證 但是相對性來講 因為他很多都是從國外進口的 真的就比較難掌握 對我覺得Andy 因為你主要的市場是在北部為主 對 然後喬林主要是以中部為主 對 其實這跟北部中部應該沒什麼太直接關係吧 廠商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多多少少 OK 那Andy你後面還有提到 就是剛剛我們也有稍微聊 檢疫的系統櫃裝修費用相對於木座會便宜許多 對 你的強調前提是如果系統是檢疫的 所以系統也會有複雜的就對了 對 那我問一下系統能夠做 像剛剛喬林有講 系統可以做這麼弧形的嗎 對 系統可以做到基本上也可以跟木工做差不多 那當然首先 這個系統師傅要有結晶木工的能力 嗯 欸你提到系統師傅要有幕做師傅的能力 這個我有問號耶 系統師傅不是設計師把圖畫好之後 結果工廠他整個做完了 你包括那個收編ABS整個完畢 到現場你只要組裝 你系統師傅為什麼要有幕做師傅的能力 他现场要裁切吗 有些时候需要 就是当你做的越精细的时候 越就是很精细 很有造型的时候 可能就会现场需要做一些裁切或组装的时候 他就需要木工的能力 那他系统板如果现场裁切 裁切完那个破口侧边要怎么收 现场收 在另外封边 对在另外封边 也是一样现场做了 等于也是就木工的技术水準要有 所以系统师傅同时也要兼有木工的水準 那是最好的 可是好像很少 在系统这方面很少 我们先讲不是说没有 一定有 可是我知道的系统 进去学一个月 一个半月就锁得 但是你要他现在做现场切 他们有 我遇过一组系统去装 真的有落差 切对不起 三个师傅两个师傅要停下来 有一个专属才会 另外两个都是都会锁 所以其实 其实也是系统也要技术 也不是只有 OK 好了解 没错 好 那乔林他有提到一个木座的优势 掌控工期 现场速度慢的 可以让工厂里面先加工 半成品 师傅掌控 不受工厂交期影响 你意思就是 木座其实他也有办法系统化 对 他可以先在现场去量好尺寸 回到工厂 可能六日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自己的工厂做 那做好之后他直接送来现场 也可以直接组装 那你这样做好之后现场组装是优势没错 等于是可以跟系统一样 对啊 可是你就没办法像你前面讲的 有错要改就来不及了 可以啊 他还可以再修 他可以再修啊 因为他现场也是有锯台 哦对对对对 那个是木工 所以他有问题 他还可以稍微 对啊对啊 系统可能就没办法这样 系统就没办法这样做 这个没办法了吧 系统到现场来 他还是可以做修正 他还是可以做部分的修正 我还是有遇到过现场 可能有一些些微落差的状况 或是有些边边角料的地方 还是可以做修正 那但是他可能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像木工 做得这么难 他如果太难的话 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 那个Andy你特别有谈到一个 木座的施工细节比较多 比较繁琐 考验师傅的功力 也考验着设计师跟师傅沟通合作的默契 这是意思就是说 设计师跟木座师傅 沟通上要比较 可能要更严谨 是不是这样意思 但是跟系统反而不用废话太多 因为系统它就是一个固定的 就是固定的流程 然后就是固定的组装系统 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SOP 才能够做一个系统化的生产 那可是木工他就不是 木工你在现场 你可能就要跟师傅讲说 我这边要多深啊 我这个宽度要多少啊 我这个东西要怎样的尺寸啊 都要跟他一一讲的很详细 然后基本上就是要讲得非常的清楚 让他明白 他也要清楚 如果他听完之后 理解度比较差 最后做出来 就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也是系统没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系统的师傅 我不知道可能我们自己遇到的 系统师傅跟 木座师傅 对就是例如说我们遇到一个状况是 水电已经在那个书桌的下方 已经开好了插座的孔 结果系统的师傅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直接把那个桌子的侧板 他刚好在那个插座上面 然后他也没有去反应这个问题 他自己在做的时候就应该知道 这样这个插座没有用啊 对啊 他不管 他不管 反正东西来我就组装 那我问一下 像这个问题是设计师没有规划好 还是什么问题 你是画 他是照着图 去做工厂裁切 现场组装嘛 系统师傅大部分就是组装 他装完之后管理做完之后 有没有封到什么插座什么 他就是我照着图 我就是来锁 锁完之后做完就走了 那个有封到 还是设计师图妹的话好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 其实我觉得师傅们 其实应该讲说 其实我们还是要 就算你是做系统柜 不管是做系统柜木工 你还是要跟现场师傅做沟通 需要告诉他说 这可能部分有撞到了 或是有盖到了 你要去 还是要去沟通 去协调 还是要跟他去协调 不管是木工还是系统 我觉得都还是必须要去做 都还是会讲 对还是要去做 不然师傅其实 他们大家去想说 多一次不少一次 对啊 对就这样做鬼啊 做鬼 对啊 乔林最后讲一个 木座的优点 这个我没有看错的话 念给各位听 这个是设计师 讲木座的优点 能够现场 跟师傅聊天 讲干话 我问一下 系统师傅不能讲干话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讲干话 可是你没有 你没办法跟师傅培养感情啊 他来三天锁完就走了啊 对啊 他们后来 好像每天很敢一样 时间上来说 当然比木工短很多啦 毕竟木工可能一次就一两个月啊 哦 对啊 那系统可能一个礼拜 顶多两个礼拜他就要结束了 所以说比较直白的 在木工的角度来讲 如果设计师你选木工 你跟木工培养的情感 是不是一般系统可以取代 是没错 因为系统 一个案子一个半月完工的话 系统搞不好接触五天不到 对 然后木工的话一个半月 搞不好接触五十 搞不好接触快一个月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他那种革命情感 然后有时候 师傅久了会知道 设计师的想法 对 你讲的东西 对 这个是 对不对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OK 所以要不要改成木座 没关系 最后会给两位做一个最后总结 为什么你选系统的总结 乔林有提到系统缺点 这个也是我经常听到最大的问题 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 有一家系统工厂说 没问题 这个我绝对不会发生 就是补料 就是我们常常系统 整个板子全部来了 一个案子系统可能叫了三十万 或四十万 整个系统四十万板子来了 现场锁锁锁 常常会需要补料 会差一片两片 这个 来 没话讲了 Andy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自己做这么久了 基本上我没有遇到过系统补补的 我自己也没有遇到过真的补补 就是基本上 你做的东西越多 因为现场一定都会有些落差 你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补料 包含边边角料都是要补的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事情 这个是真的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场所做到快完的时候 发现糟糕 差几片 要补什么料 我们都可以提早一天知道 应该有可能吧 还是当天做到最后才发现 今天要结束才发现 还差两天 我觉得他们都是 几乎要做完的时候才发现 师傅的经验 我觉得系统师傅也是有老的跟年轻的 比较老的师傅他有经验 他就会先提前告诉我说 你这块可能要补 那我可能就会先跟厂商讲说 你这块要先来 然后赶快去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我会去判断 这块料到底重不重要 我可能先拿别的地方的料 先来补这块 但是我发现 乔林讲的 常常都到最后 师傅才会讲 所以系统的补料 我的意思是说 系统补料 其实我们都知道很正常 那补一次OK 补两次已经是 有没有遇过补三次的 有啊 我都有听过老实讲 但是我不知道说 最近这几年是不是大家已经 就是这个 精准度越来越高了 你最常遇到系统补料 大家都补几次 是合理的范围内 你说补到五次真的会骤人 我基本上没有超过三次 没有超过三次 那你的师傅应该都还不错 我觉得听到补两次是 都代表说还OK的 没有补料的 我是没听过 我的五个暗厂 从来没补过料 我是没听过 补一次的 这个工厂效率很高 补一次的 计算也算清楚 补两次刚好而已 超过三次以上的 就是清清拆菜 我这样讲我会不会被骂 是Andy讲的 自己现在跟我讲的 OK 我想两位 就你的角度 你来谈谈 为什么在你的职业里面 你会选择 如果预算不是问题的话 选择系统 那你的职业这么多年的预算 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 如果预算不是问题 你选择木座 来跟线上朋友讲一下为什么 其实基本上我会喜欢选择木座 除了是它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之外 我也会觉得说做系统 它虽然说有点自私化 有点呆板 但是其实它目前现在已经有 很多很多的 可以做一些变化 那当然它的价格 其实的确也说实在的 它越来越接近木工 那它的 其实它们两边的差距 不会落差太大 它主要胜出的地方 就在它的速度 它的效率 还有它在现场 它的工时会比较短 还有它的施工的范围 其实不用到这么大 它大概会慢慢的 就是剩下这些优势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是 它比较有环保建材的概念 它是走一个未来的走向 那我相信它是一个 它是可以一直往未来走的一条路 对 所以我才会喜欢选择系统 了解 的确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 未来系统是一个 因为现在我们看了这10年 系统一直不断在扩大市场当中 对不对 可是木座的角度 你怎么看 为什么你选木座 应该就像我刚才讲的 木座其实它就是变化大 那它可以去体现每个家的精神 跟它所向往的性生活 所以我觉得多样性才是 在木座可以去体现出来的 也可以体现木座的价值 也可以体现我们设计师的价值 体现这些价值还你讲两次 Andy的价值你糟糕了 你被考验 不过我觉得两者 两者在市场内 我不认为10年内哪一个会消失 那的确市场往系统方向一直在扩大 可是我也要提的 我在这市场21年的时间 我发现木座的确市场在减少当中 可是木座 未来比较高端的案子 可能一瓶差不多10万20万 如果你跟我说全部都用系统的话 我想这个市场族群 目前木座还是大众 对不对 你系统会选系统除了环保速度快 那还以前会选择系统 原因是因为它价格比较竞争性 那现在市场价格越来越接近的状态下 有一群人还是会选择木座 因为普遍都上涨了 会选择木座的族群 如果家里面500万800万装修 它应该不会系统 几乎都是系统吧 还是应该会用木座为主吧 应该还是以木座为主 我听了有一些很知识的设计师 也跟我讲说 他专门做500万以上的案子 也算是做蛮高端 他说现在系统绝对少不了 所以他在房间里面会用系统 方方正正的都会用系统 然后需要做一些特殊造型 他会找木座 客厅他会要求都用木座 为什么 其实有钱人都会希望朋友来的时候 那个感觉 大气一点 对 所以现在我看很多的柜子 它基本上就是叫系统做完 做完桶生 里面都做完之后 他用木座做门片 然后添木皮 所以人家看起来就是木座 但它里面全部都是系统 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 也是业界常常有发生的事情 会 这也是常常有发生 这样子会比较便宜吗 其实价格上 也差不多 它会比系统贵一点 它会比木工便宜一点 那就有讲没讲一样 也是在中间 对在中间 OK 好 如果说你想选木座 你想选系统 现在还在思考 到底木座好系统好 看完这一集 希望对你能够有很大帮助 装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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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